在甘肃平梁晋川县的山脚下,有一个村落,那里九成以上的人都父亲完颜,他们的祖辈因战争逃亡而来,在此首领,为躲避仇杀,甚至一度隐姓埋名,他们就是金国皇室的后裔完颜部落。 12月5日,记者探访了这一隐医在黄土高原沟壑中的神秘部落,今年70岁的完颜元贵是第36代子孙,他告诉记者,这里葬有今代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成林和锐王完颜亨的陵墓,他们祖辈都居住在这里,为祖先首领已有800年的历史,如今已繁衍到第42代,约有5000余人,生活在完颜村内的大约2000余人。 据专家考证,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完颜市聚集区。 在完颜市的宗祠内,有一幅共村民长期祭祀的新人影,就是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等金代时代帝王的画像。 14年前,在隐居800多年后,这些完颜部落王族的守灵人才开始公开祭祖群根。 如今,完颜后人们依旧保持着祖辈留下的祭祀仪式,祭皇省放马。 老人介绍,完颜村有三条族规沿袭至今,不听不看说越全传,不唱不看草坡面里。 八大垂等戏聚,同姓同祖不通婚。 2016年,金川县政府对完颜祠堂进行了修缮,并扩建了历史文物展馆。 每年的农历3月15日,完颜后人都会到这里来祭祀先祖。